之前在水箱这边找到一栋能通房子 房东装修好了 可以拎包入住 要一万二一年 现在时间长没做出气 房东降价只要一万一年 因为这段时间避暑的人挺多了 这个房子适合一家人住 门口就是南潘江 可以钓鱼 两边都是公园 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休息 乘凉 这个水现在挺满身的 这个门口一条这个楼梯 可以下去到这个河边 网上买菜在这边 自取点在这里可以起 到买菜的集市 起快递有四公里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这栋房子 门口一棵树 两边是种的葛树 车可以开在门前 后门还也可以停车 还有一个后门住气 还带块菜地使用 房子一共有三层 下面还有一层 虽然在河边 但是这边不潮湿 门口现在是种一些无花果仙人掌 你看无花果结的都蛮多的 这边车也可以停到这里 这道大铁门进来 这边也可以停电瓶车 房东当时找到房子重新收拾 房东重新把这个房子装修 刮过白 有大半年时间了 这边是一个厨房 冰箱洗衣机 电磁楼 做饭厨机 还有个餐桌 餐厅 这些东西都是带在里面 都可以用 现在上 这边就有两间卧室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是蹲的 看这卫生间也蛮大的 有个洗衣机 这边有一个镜子 这就是卧室 卧室都是二三十平 卧室比较大 一米八的石墨床 然后这边就是有衣柜 房子后面也是一条路 我们先看完房子之后 再从后面看看 复印层 这边过来也是一间 这间也大 也是二十多平 采光很好 这个房子是坐东向西的 层高也蛮高的 现在上三楼 三楼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一层 三楼上来左手边 跟下面的阁界也是一样大的 这个房东西是买了石墨床 一米八的 两边都有柜子 看这边还有一柜 这边房子后面就是山边了 看这房子重新打扫过 也干净清爽 只要再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这间也是一张 一米二的床 有个柜子 窗帘 然后那边是衣柜 当时找了这个房子 房东住了几年有点旧 他重新刷过 把那些窗帘弄下来 全部洗过了 这也是卫生间 蹲的 这一间也是一间卧室 在中间 有个玻璃窗 那边是可以接了网线 这个房子 房东是接通网线的 这边是一大个客厅 有沙发 电视 网线它都可以接上 电视在这里还没接呢 从这边过来也是一间卧室 看这个房间也干净了 主要是看到这个环境 非常好 门口就是南畔江 你看到这边空气 环境都好了 好 老龙让我站楼顶看一下 现在在楼顶呢 楼顶过来 这边是一条铁门 上面重新做过防水的 这个吸水池 太阳能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两层防水 沿冲的就是山边的 看一下这边 门口这个环境呢 你看就非常好了 那边呢 就是有凉亭可以休息 到市区就有五公里 到六公里 到沿江赶基买菜 有四公里左右 阳台是从房东重新做过防水 面积挺大的 这是房东的 现在我们房子后面 房子后面是一条路 村里面进来的路 不是很吵 从这边过去呢 就是菜地 看这个房子呢 现在是后门一道大田门 前面呢 就是窗户 看着也是三层 房东它之前是收费品的 它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由于要租的话 它这两三天就全部收干净了 这是房东的 这边下面也可以当仓库 也可以当卧室使用 下面是水泥的 这里是一间房 过去呢 还有一间小房子 往这里也是一间 这个都三十多坪呢 很大 从这边楼梯下来 可以放东西 这边是上楼 这边还有一间呢 也是十几二十坪呢 也是一张床 放了杂物 好了 这个房子呢 就是这样 现在房东呢 在面前就是一万一年 然后可以租长期嘛 如果是租的时间久 多付几年房租 房东实际上可以再少一点 在延南七进珠街农村 找了一栋农家小宴 三千五一年 房子是一层的 里面有个四核宴 房子呢 有前门 也有后门 房东保证在房子里面 通水通电 不会漏益 里面还有个水井 在房子一百米的位置呢 是一块菜地 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房子后面 看看这边是一条路 后面这边是一条排水旗 长了很多草 这边是进村里的路 但是周边呢 看着住的人不多呢 再看看房子后面 是一片空地 这个主路就在这里 车也可以开到前门 也可以开到后门 我们从后门看一下 后门进来 这边是之前的养殖房 这边是一大厅 有三十多瓶 房子时间长 没住 这是要收拾 有点黑黑的 这一间也是二十瓶左右 好像这边的户型 这个都 卧室都大 都是二十多瓶 墙壁一点脱落 但是层高蛮高的 没垫土 房子都有窗户采光的 现在看看中间这是一个小四荷叶 上面是一个天井形式的 房子后这个石面 我可以拆掉 然后这边是山二楼 这边是之前打了一个深睡井 这个深睡井要修一下 也可以用的 从这边过来 这是之前的厨房 有个灶 现在电是通的 这是黑黑的 这边是灶 是用柴火做 这边是橱柜 这边是洗手台 房东重新安装了水管 这边一小间有点小了 只能当个储物间 这间房子稍微好一点 就稍微比小的大一点 从铁门出来看看 这边是水泥路 这个水泥路出气 到这里就是主路了 车可以开到这里面 这附近好像是住的人不多了 这边进层的 里面就是死路了 进不去 车可以停到门口 这是铁门的 再看看上面平台 水管也是新街的 这个燕子 因为好多年没住 需要收拾 把这个墙面全部刷白 自己刷的话 要三千多块 也能把它搞白了 适合租长期 这个房子 这是楼梯下面 是有点下沉式的 可以搞个洗澡间 或者卫生间 楼梯是没有装扶手 现在我们上二楼的平台 占地面积很大 这个房子总占地面积 140道平 这个是房东 看左手边 这边是之前的一块菜地 有十个平方 现在是种了一米 正常可以种菜 再看看房子后面的环境 对面就是一条空地 然后这边是主路 房子呢 是坐栋向西的 再看看下面的小四后院 燕子看着很漂亮 只是需要打理 收拾 这个阳台自己 种点花草啊 种点菜 只要有累积啊 弄点土上来 也可以搞成菜燕子 也够用的 房子的时候都没问题 房子有好相处 从这边下去呢 到租街的集市 买菜 坐公交车 或者赶集 起快递 有一公里多 走路下去 应该时机二十分钟 如果电闭上 几分钟就可以到了 房东是建了新农村 他才搬过去了 搬过去很多年了 所以房子就空着 这个房子呢 就是算下来 等于290多一个亿 3500一年 然后适合藏租 如果让房东 把这个房子重新弄 加进去东西 或者是重新搞一下的话 这个租金肯定高一点 跟房东谈一下吧